一直在涨一直在涨 上次我来的时候还是539 这次就是570多了已经 我记得去年买的时候 好像500块钱左右吧 但今年我看到这块人还挺多的 都在600左右了 近期以来 已连涨数月的黄金价格仍在继续冲高 5月4号国际黄金现货价格 一度冲上2079.67美元每盎司 刷新历史记录 5月9号 记者来到西城区一家黄金首饰销售门店看到 店内人头传动 消费者购买热情不减 那我们看到市场上 基本黄金首饰零售价格 也是创出了将近短期的一个最高点 那么最高呢达到了578元每克 从饰品方面 那新价短期的波动 对零售端影响不是很大 然后首饰的消费者 更多的还是关注产品 那更多的是一种刚性的需求 金价一路上涨 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专家表示近段时间以来 美国银行业危机持续蔓延 市场避险情绪升高 黄金作为避险资产 价格自然被不断推涨 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个近期看到的美国的第一共和银行啊 就是它的这个银行的或者说金融业的危机呢 实际上又一次被点燃了这个风险点 从在当时硅谷银行这个倒闭那段时间啊 实际上它的股价已经开始大跌了 那么这实际上是在一个加息的大环境下出现的一连串的问题 所以呢 到了这个第一共和银行最近又发生了这个非常明显的危机 所以呢 这个实际上当然是会点燃市场的这种避险情绪了 此外 万哲认为 美联储的加息导致市场对经济的未来仍存担忧 是导致金价上升的另一个因素 目前美联储的加息啊 应该说 目前看来应该是至少是接近伪凶的 或者是已经是年内最后一次了 市场此前呢 还认为说 加息结束以后是不是很快就要进行降息 鲍威尔出来以后呢 他认为 现在还谈不到降息啊 年内这个降息的可能性就是基本上不太有 至少他是这样表态的 无论是在这个突发的风险上 还是在整个的这个加息周期的 接近尾声 然后降息周期还远回到来的这样的一种 市场的预期上 实际上都使得市场的避险情绪增高 不断冲高的金价是否已达到峰值 未来还会继续涨多久 万哲表示 未来无人能够预测 但在他看来 金价继续高位支撑是具备条件的 目前全球呢 应该说处于一个政治上 这个风化比较严重 地区或者是地缘政治的冲突呢 我们看到 包括像去年的俄乌冲突 那么今年仍然还在不断发酵 所以呢 从这点看呢 全球的这个国际关系的框架 已经受到了动摇 所以呢 这个本身就会是风险的上升的信号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也能够看到 就是美联储的这个激进史上 最陡峭的加息 那么他的这个通胀的走向到底如何 以及他的银行业的金融风险 是不是就已经止血了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 政治经济上来看呢 应该说 避险情绪的这个高企 还是有一定支撑的 所以呢 就是我认为他高位支撑是有条件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